最真实的新闻内容 独特的新闻视角 深度解析 迎接挑战 欢迎收看澳市新闻 今天是2016年的9月9号 欢迎大家收看澳洲华视新闻节目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阿联酋航空客机引擎故障 被迫降落阿德雷德 原定飞往马来西亚的航班 误降澳大利亚 澳洲总理谈报 拒绝战队中国和美国的竞争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9月7号8点45分 阿联酋航空一架从迪拜 飞往布里斯班的波音777 300型客机 因为引擎故障 被迫改刀降落阿德雷德 数百名乘客滞留澳洲机场 因为引擎故障 而迫降阿德雷德机场的阿汉客机 现已安全着陆 328名乘客将以其他方式 前往余定目的地 原定飞往马来西亚的航班 误降澳大利亚机场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9月7日公布的报道 澳大利亚安全运输局 最近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原本从悉尼起飞 飞往马来西亚的一架航班 却因为飞行员输入了 错误的飞机位置坐标 导致其降落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机场 这次事故发生在2015年的3月10号 当时亚洲航空一架搭载220名乘客的航班 原本要飞往吉隆坡 但由于飞行员向机载导航系统中输入了错误的飞机位置坐标 导致飞机从悉尼起飞后 飞向错误的方向 位置误差超过1.1万公里 机组人员有很多机会发现和修正错误 但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问题 直到飞机升空 开始沿着错误的航向飞行 起飞前 机组人员已经收到了多条错误警告 但都被他们忽略掉 当机长和大副意识到错误时 他们曾尝试修正系统 但为时已晚 机组人员曾要求返航 在没有导航系统支持的情况下着陆 可是由于悉尼的天气情况十分恶劣 最终导致飞机被迫降落在墨尔本机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澳洲总理谭宝的消息 澳洲总理谭宝在老挝首都万象发表言论 否认澳洲需要在中国和美国中做出观点的选择 并希望这两个国家不要起冲突 谭宝在该国参加南亚峰会 与美国中国日本和南亚各国领袖会面 谭宝表示知道很多人说必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一个选择 但事实上中国和美国都是十分重要的国家 谭宝同时表示本地区所有国家都会同时与这两个国家交往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维护本地区和平与和谐 就在上周美国陆军副总参谋长上将汉森称 澳洲必须在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澳洲必须决定哪一个国家对澳洲利益更为重要 不过他也强调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美国政府 澳洲官员反驳表示中国的崛起会持续数十年 未来会不断有各种的冲突 澳洲将以其自身利益为指导 而不会一次性的决定支持美国还是中国 当被问及澳洲是否应当派飞机飞越南海上空 以支持国际航线权利时 谭宝并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 但他表示我们致力于保证法律获得遵守 这将维护每一个国家的繁荣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澳洲新闻 我们下周再见 最真实的新闻内容 独特的新闻视角 深度解析 迎接挑战 欢迎收看澳洲新闻